今天给大家介绍 一位了不起的年轻运动员 她在十四岁时就拿到世界奥运冠军 今年十七岁 她是来自农村的小女孩 到底是什么力量 使她成为一名跳水奥运冠军 而且连续两届奥运会取得胜利 她就是当今跳水红人 全红缠 全红缠是中国广东湛江的 一名跳水运动员 她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 以完美的表现赢得了 女子神秘跳水的金牌 年仅十四岁的她 震惊了全世界 全红缠的故事不仅仅是 体育竞技的胜利 更是一个励志的传奇 她来自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 家境贫困 但她从未放弃自己的梦想 通过无数次的坑苦训练 和不懈努力 她最终站在了世界的 最高领奖台上 全红缠的母亲因交通事故 而一直有病在身 需要前治病 全红缠总共有五个兄弟姊妹 她排行比赛 为了帮家里减轻负担 全红缠生持继续 每个月都有几千公斤 好让母亲继续为帮家里分担家计 全红缠出生在广东湛江的一个小村庄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 她的父母希望她能找到一条出路 或者是哪边 八岁那年 她被父母送到了湛江市体校 开始了她的跳水训练 初学跳水的日子并不容易 每天她都需要进行 长时间的高强度训练 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 无数次的跳跃和入水 背后是无数次的疼痛和疲惫 但她从未退缩 因为她知道 只有坚持才能改变命运 全红缠的教练在这条道路上 给予了她巨大的支持 教练们不仅教她技术 更在她遇到困难时 给予她心理上的孤立 乡亲们也一直关注和支持她成长 他们为她自豪 为她加油 通过她的努力和大家的支持 红缠一步步走向了更高的舞台 2024年巴黎奥运女子跳水决赛 每当想起那些年 汗水淒在我们家园 无畏风和的奔波 只为给我温暖的家 你们的手掌满老肩 夕阳下疲倦的背影 每次跌倒的是你们 扶我起来继续前行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你们的爱永远铭记 无论未来多么遥远 带着希望勇敢前进 你们抚养我长大 克服万难从不延起 在我迷茫失望时候 给我指引爱的光芒 你们的手掌满老肩 夕阳下疲倦的背影 每次跌倒的是你们 扶我起来继续前行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对所有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来说 请记住全红蝉的故事 不要让你的背景或环境 定义你的未来 希望这个视频 能激励更多年轻人 追求自己的梦想